昨天是朝鲜和韩国签署停战协定的65周年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按照在美朝峰会上所达成的承诺 把55具美军遗骸归还给美国 那虽然朝鲜跟韩国之间他们表面上是停火了 不过在技术层面上 这两国仍然是处于交战状态 只是现在双方同意暂时不开打而已 所以呢就有分析认为啊 朝鲜早前拆除导弹实验室 又选在65周年这一天归还美军遗骸 其实他是想要向美国软硬兼施 希望美国呢尽快宣布韩战结束 但是对美国来说 他们除了对朝鲜依然存有的猜疑 同时他们也担心 要是真的宣布韩战结束 这将会影响美韩两国的同盟关系 所以到目前为止 美国还是拒绝落实战争结束的这项决定 但无论如何 配合韩战停战65周年 朝鲜韩国还有美国这三个国家 都在同一天举办了纪念活动 配合韩战停战65周年 不少民众和士兵聚集在韩国板门店 出席纪念活动 出席者们在音乐响起时 全体肃力 有的则把手放在胸口上 像在战场上牺牲的老士兵致敬 场面严肃 另一边乡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昨天也现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祭拜在韩战中阵亡的中国开国主席 毛泽东的儿子毛暗英 并在墓地前肃立莫哀和献上花圈 感谢在韩战爆发时期 中国代理支持朝鲜人民军 对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金正恩也受到了老士兵们的热烈欢迎 满脸笑容的他向这些老士兵们献上拥抱 镜头转到美国纽约 在韩战停战65周年的这一天 多位退伍军人聚集在朝鲜战争纪念碑前 追思在战争中丧生的老战友们 同时这些已经白发苍苍的老军人 终于盼到战友们能够回到谷土的消息 感动不已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 昨天也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感谢金正恩兑现承诺 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 把美军遗孩归还给美国 在这个时刻的船长是持续的残忍 一些优优优优独的美国 回到韩战争 我想要谢谢金正恩 为他保持他的口 我们有很多人来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